今年48岁的林先生向来看见 但是前段时间开始 林先生连续几天都觉得眼睛视力有问题 颈痛整个人都很僵直 第三天出现头痛欲裂 头痛痛到怀疑人生难以忍受 这个头痛是他一世人当中都从来未试过 他认真回想了一下 近期脑袋没有砍到砍到 这么剧烈的头痛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去医院检查发现竟然不是普通头痛 而是脑部血管出现一个血泡 医生说不及时手术就会造成血洗大脑 造成死亡 这样这个恐怖的血泡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李西峰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神经外科中心 脑血管病中心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 擅长脑动脈瘤 脑动静脈畸形 脑动脈合宅等脑脊水血管病的介入产疗 养生乐有方最紧要健康 欢迎收看最紧要健康 我是大家最贴心的健康管家静文 今期节目欢迎李主任 欢迎嘉轩 欢迎两位 主任 刚才我们见到在片里面 那位林先生 他说突然间头痛 但是他这个头痛 真的会拿命那种 为什么会这么危险呢 他这个头痛和普通头痛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你说的这种症状是我们 近期临床上比较多的一种疾病 或者是我们在一些天气骤人变化的时候 容易出现的一种疾病 那等一会儿我们再会给大家说 那一般的头痛呢 比如说可能没那么剧烈 我们的头痛有时候会有评分 会有12345678910这种评分 但是呢这种头痛无疑是最激烈的 你能想象到的程度最严重的头痛 你看我们一般会把疼痛分成几个等级 是什么生孩子是第十级还是第十二级 骨折是多少级之类的 对那这种疼痛大概可以去到 我们普遍认为的疼痛级别的哪一种呢 应该在十甚至更多 我的天啊 哇那就跟生孩子一样痛吗 我的天啊 但是我们平常的头痛 佳萱你没有试过是一种什么感受 没有 这如果是把十级来评定的话 我相信一定没有去到这个级别 我顶多是觉得头胀或者是偏哪一边 偏头痛的那种局部的这种感觉 没有那么明显 你应该就是普通的头痛 我也试过就是有时候头皮不紧绷 对对对对 就不会有那种说什么剧烈感 他还会有什么信号告诉大家 哎我这个病来了呢 对这种头痛呢就是如果是发病的话 非常非常的剧烈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脖子也很僵硬 然后头关不下来 脖子硬的有时候像钢管一样的 搬都搬不动 有一些病人呢可能还会出现一半一次也 剧烈的呕吐啊或者其他的症状 脖子发硬然后剧烈疼痛甚至痛到呕吐 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提醒这个人的一个信号 对会得这种信号 对对对对 那么这种病呢发病或者是这种发生之前呢 好多时候就是我们有这种病了可能不知道 也不会有太多的提示给我们 但是呢它一旦发病之后呢就可能会有很剧烈的症状提示给我们 那么当然呢就是也比如说长得比较大了 它已经就是压迫我们的脑神经了会引起一些新的功能障碍 比如说我们的有最典型的一个症状 比如说眼睛下垂眼睛搭了下来了抬不起来了 眼皮突然搭了下来这不是中风的一个表现吗 单侧吗 对一般是单侧 那佳勋说的如果眼皮一边搭了下来 然后会不会也有是中风的可能性 有这种可能性 也就是说它可能眼皮突然搭拉下来 一侧眼皮突然搭拉下来 可能是中风也可能是你说的那个疾病 我说的这种疾病 对对对对 那结合其他的是否有剧痛来判断是这样吧 对对对对 如果是剧痛的话就证明它已经很严重了 浪费于头颅内的大血管分叉附近 破裂之后容易出现大量出血 好像洪水一样淹没大脑 造成人体严重伤害甚至死亡 破裂之前的讯号有条颈活动受陷 一侧的眼皮不受控制 视力下降和重影 这样对于人体造成这么大伤害的疾病是什么 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如果你突然有剧烈的头痛或者脖子突然硬了 不能抬头不能低头 还有就是一边的眼皮突然搭拉下来 那你很有可能就是获得 不能说获得是不幸的得了这种病 那到底这种致命的病是什么病呢 主任其实究竟这个可能会致命的病是什么病呢 这种病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脑动脉瘤 这个动脉瘤就是如果得了它会有什么风险呢 就是 那么动脉瘤它本身来讲最大的风险就是破裂出血 破裂出血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脑与血 那么如果是从我们专业角度上来讲 那可能就叫我们叫捉摸下枪出血 那这是致命的 无论如何脑子里面出血 它总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对的对的 那这个脑动脉瘤其实到底是什么 它也是脑部肿瘤吗 脑动脉瘤它不是肿瘤 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和肿瘤的瘤是一个字 对的 听到之后是老百姓觉得很害怕 我是不是长着肿瘤 当然我可以告诉大家它不是肿瘤 比肿瘤的风险可能会更高 虽然它没有癌细胞 但是它可能就是造成的危害 比癌细胞更可怕 对更严重 因为这种情况下就是 它就是我们血管上吐出了一个泡 那么它就刚才讲的 它发病形式就是长大之后脑子出血 第一次发生出血的话 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人 可能就因此就 就这么高啊 就去世了 你这还有第二次吗 就是剩下的那个六十啊 对 那么如果是它第一次出血之后 这个病灶我们又没有及时的去解决它 那么它可能会发生接二连三的再次吃血 如果是两次出血率 那么它的病死率达到百分八十 甚至更高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人好好的 它会产生脑血管上的瘤呢 产生动脑瘤呢 我们认为是一个 它是一个多因素的结果 嗯 那比如说血管本身 先天性的这个血管的壁的结构 可能不太不太好 随着血流的冲击 嗯 那么它在这个脖弱的环节 可能就容易突出去 噢 噢 就好像一个水管 它有一个地方有点 焦坏掉了那个意思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本身来讲 就是血管壁 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 那再加上后天呢 比如说高血压呀 或者是抽烟呀 等等这些不良因素的刺激 那么呢 这些脖弱的环节 可能就会突出去发生动脑瘤 我们来个道具 让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 这是血管 好的好的好的 对对对 那么呢我们呢你看 这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一部分血管 嗯 很漂亮 正常的血管 那么如果是发生动脑瘤 就是各种因素造成在血管上 血管壁的膨出 像打气球一样 鼓出了一个泡泡 噢 那么这个 好的 这个就是这个 鼓起来这一部分 我们就目前就可以理解为 今天我们的动脑瘤了 打个比方 就像我们的轮胎鼓了个包 哦 小山锅一样 对对对 哦 明白了 所以它越大就是 越大之后就像我们打气球一样 这个血管的臂 就变得越薄 嗯 那么再加一些幼因 比如说剧烈运动啊 血压做完身高啊 情绪很激动啊 哦 这个血压把它冲破 对 或者是有一些老年人便秘啊 这种用力解答便的时候 都有可能会造成动脑瘤的破裂出 哦 也就是说这个越大就代表里面的血越多 对 哦 并且是血是一个动态的 它大了之后呢 可能代表它的血管壁就越薄弱 嗯 越容易出血 一旦出血之后 血管的血就直接流出来了 对 就像喝滴绝口而已 我现在搞懂了啊 就是说真的很危险啊 如果它就算是一个小小的凸起 它有可能变得很大 嗯 然后有一天 就一不小心 就是老人家上个厕所 它就会爆了 那我明白这个道理了 那这个又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想给大家 呃演示一下 就是这个动脑瘤破裂出血的过程 这个呢就代表我们的血管 哦 一条血管 那这边呢就代表有一个动脑瘤 那等一会儿我们会 那这个箱子呢 这个箱子就代表着我们的颅腔吧 颅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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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边吃鸡它不是空的 它应该有一些脑脂质啊 还有其他的血管啊等等 明白了明白了 那么我们只不过摘取了其中的一部分 好的 那我们试一下 那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动脑瘤破裂出血的一个过程吧 然后大家可能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 这个动脑瘤在不断的长大 对吧 那个血管壁肯定也会变得越来越薄 是的 那么到一定程度之后 譬如说我们的血管壁就会越来越薄 那么有一些 噢 这个动脑瘤就爆了 爆了 那我们的动脑瘤破了之后呢 就跟我们实际还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是我们实际过程中 因为这个破口这个地方是连着我们的动脑血管的 嗯 所以我们的血呢 可能它会继续出 噢 血压的关系 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 所以它可能是造成一种 再继续喷 颅内大出血 对吧 对 它有可能出的量很多 那么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造成一定的压力 然后造成再有血管的收缩 它本身可能会止血 但是可能就有一部分人 在这个过程中 承受不了 丧失了生命 那么所以说这种就是 能在第一次破裂出血 活下来的病人会感觉剧烈的头痛 那就是因为我们出来的血 它在里面不是说是没有 它是一个化学物质的刺激 那么会刺激到我们的脑子 刺激我们的脑膜 所以说这种头痛是 非常剧烈的 这种动脑瘤一旦破裂出血之后呢 它的严重程度 第一个就是很严重的就是死亡嘛 有的人就是瞬间就可能就 一下没去意识 意识丧失 然后就回到生命了 当然就是有一部分运气好的人 那么可能有机会到医院去进一步的治疗 那这个脑动脉瘤的这种疾病和我们平时所说的脑溢血 它是一回事吗 还是有区别的 老朋友说的脑溢血的一种 就是像这样的 我们说动脑瘤出血了 那么这种如果是能活下来的人 可能才会给我们去反应 我很疼痛 如果是没有机会反应的人 那肯定就走掉了 的确 那么像这种的像脑子 它是出血发生在多数情况下 如果不是很大的话 它是发生在脑子的表面 就中网膜 刚刚说的那个出血 中网膜表面 对对对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动脑瘤出在这样 当然油人出的量很大 局部还不单是出在表面 局部还形成一个大的血种 大的血种 比如说脑促中的这种 出血性的促中 动脑瘤它本身脑出血嘛 也是出血性促中的一种 那如果是 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种叫脑促中 就是高血压症脑出血 那种脑促中的话 它是往往出血 我们在出在脑石之内 打个比方是什么 就像我们鸡蛋里边有鸡蛋黄 它是周围周围都被脑子包裹的 明白了 是不是脑促中的动脑瘤 就是大家都是出血 对吧 尾袋呢就是疼痛的感觉不一样 如果是动脑瘤引起的这种出血 其实也是促中的一种 出血性促中一种 那我们平时说的那种促中 还包括当然 包括脑胸瘤堵彩 这里今天呢我们讲的是出血嘛 那一个是这个是动脑瘤的出血 动脑瘤出血就是疼痛的非常厉害 在刺激脑瘤 这种说是最严重的头痛 或者像爆炸一样的头痛 而这种如果是出血性的 比如说高脑瘤脑出血 这种出血性的促中 脑子实质里边的出血 如果量不是很大的话 它疼痛的可能没有 那么剧烈 它也有疼痛感 它也会有疼痛感 高悬的促中引起的这种状态 有些时候譬如说它部位不同 它可能会引起肢体的偏瘫 口眼的歪斜 或者言语喊糊不清 意识模糊 这些可能都会表现得更明显一些 脑洞瘤破裂 会造成血洗大脑 导致人体致残或者死亡 脑洞瘤 和普通脑促中的出血有所不同 普通脑出血会出现身体偏瘫 口眼歪斜 语言含糊不清 和意识模糊 而脑洞瘤出血更多为剧烈头痛 这样哪些人容易幻想脑洞瘤呢 第一类的就是有遗传性的倾向的 或者我们就说有家族史的遗传 这种人要各位注意 第二类呢 第二类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 譬如说抽烟酗酒 这些目前国际上有研究表明就是 抽烟是发生这种动脑瘤的叫独立的危险因素 但并不是说一对一的关系 但是目前认为是抽烟是跟动脑瘤的发生 有一定的高危的关系 所以说这种这类的人呢要注意的 刚才那个案例当中是一个48岁的男性 那其实这个脑动脉瘤 它的一般的高危的这个年龄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岁数 刚才那个病人的年龄呢 其实就是我们动脉瘤的高发年龄 48岁 对 从我们统计的角度来看 40到60岁的人群是高发的 中老年人 目前这一年呢 就有一定的年轻化的趋势 那你们对我好一点呢 我就是40到60的高发人群 我想问一下到底是男性的比例高 还是女性的比例高一些 整体上来讲呢 就是女性的相对偏多一点 是不是因为我们女性承受的生活压力比较大 经常容易抱血管 说的太对了 那孩子超时加务血压飙高 上有老下有小 还有老公 什么都干不了 哎呀 中年女性承受了太多 那刚刚我们说的第三类人群又是什么呢 第三类人群呢 我们就说的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 比如说我们高血压 哦 对 高血脂 或者是有残胶病的 就是高血糖 这些人群呢 就是容易发生这种血管的损伤 造成这种血管的易损因素 然后再加上血流动力的影响 可能是容易发生动脉流的风险 会更高一些 那为什么这个血压 会和动脉流有这种 这么直接的关联 因为我刚才听到您提到的很多因素 其实都是跟血压相关的 对 因为血压动脉流的发生呢 就是除了我们本身的 比如说遗传啊 或者是血管壁结构本身的问题之外 那最直接的就是一个外力作用的结果 嗯 比如说我们的血流 就像河流改道一样 哦 那个血流一直对着一个地方冲 那这个地方肯定会冲出来 就是一个物理关系 对 它就是一个物理的一个动力的影响 老动脉流高发于这三种人群 第一种是有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的人群 第二种是有吸烟 过度饮酒等不良习惯的人 第三种是有动脉流家族史的人群 发病的高峰年龄是四十到六十岁 其中女性占百分之七左右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预防脑动脉流呢 那知道了哪一些类别的人群 比较容易得哪一个年龄段比较高风险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预防了 用什么方法预防呢 第一个呢就是 预防的生活习惯 最好没有发生的时候不要再发生 但一旦发生之后呢 就要想用其他的办法去预防它 不要让它破裂 我们的预防是 希望是发生了动脉流 不要让它破裂 那我觉得中老年人 头一样注意的就是情绪要稳定 对 真的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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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是啊 那是针对心脏的呀 不是针对这个脑血管才操 我觉得应该是针对脑部做的一些检查吧 对 是应该做脑血管的检查 比如说我们用磁共振去检查 原来今天李主任推荐的检查 是脑血管磁共振检查 这样脑血管磁共振检查 又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 提早发现脑动物流呢 原来是磁共振检查 那这个检查 它是怎样帮我们预防脑动物流的呢 对 那我们说的磁共振的检查 针对性是针对我们的血管 那么磁共振可以获得 我们脑子里边很重要的信息 但是我们要针对血管的检查 是要磁共振叫MRA 就是有专门针对血管这一样项目的 它有不同的序列去采集信号 然后呢我们要收集脑血管的信号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脑血管 有没有狭窄 有没有突起来动脑磁流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听说这个核磁共振 检查起来时间很长 然后看片子的时间也比较长 另外它费用也不低 那其实还有没有其他的检查 也能够辅助我们预防 知道这些问题呢 对 那么就是如果是我们 其实是我们做血管的检查呢 其实费用都不是很低的 这是一方面的因素 那么刚才除了我们说 做磁共振的检查之外 那么磁共振的血管成像 不是说磁共振 一般的磁共振是看不到脑血管 只有我们去 刻意地去做脑血管的时候 才能看到脑血管 那么呢还有叫 用CT也是可以的 CT也可以 但是CT也是要做CTA 针对血管的CT是吧 要针对我们动脑血管的去检查 去做这种 那么CTA呢 就是我们说的是 它和磁共振一样都是无创的 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CTA的检查的时间 就相对稍微快一点 它需要打增强剂 要打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做CT的时候呢 可能有一部分的射线 那么对CTA来讲 它的好处就是 其实它看血管的程度 它的影像的质量 或者是我们得到的信息 有时候呢 比磁共振的血管成像 可能还看得更清晰一些 有这种 明白 对 所以说呢 我们做筛查来讲 我们的MRA和CTA已经足够了 也就是说 从最基础的先做起 一步步筛除 这样会好一些 对对对 万一 不小心 百个雷西洋把了 这个人检查出来了 有这个动脉瘤 那他应该怎么办 如果检查出来之后呢 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可怕 首先呢 我们检查出动脉瘤之后 如果真的有动脉瘤 那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我需要做手术了 第二种呢 就是我还没有达到 做手术的标准 如果是这种 需要做手术了 那我们可以到医院去 征求这个专业医生的意见 我用什么方式做 我什么时候做 这个是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指导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 微创的手术 很快 有时候前前后后 一个星期就解决问题了 当然还有一些动脉瘤 比如说它的 动脉瘤个头很小 或者是形态相对还很规则 就是从目前判断来讲 它短期之内出血的风险 不是那么高 那这样这种情况 定期的复查 观察 观察 那么观察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 动脉瘤如果有变化了 继续考虑积极的手术 如果说它动脉瘤 多少年 三年五年 十年八年 都没有太多变化 那可能它本身 就是一个稳定的 或者相对安全的 也可以继续地去观察下去 明白明白 如果就是已经有了 这个动脉瘤 而且它还不至于危及生命 但是又不能把它 它马上切除掉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怎样去保护 或者说防止它 就对你的身体 造成很大的危险的 这个危害呢 刚才我们讲了 那么多的控制的因素 其实对这种 未破裂出血的动脉瘤 无论是 不需要做手术的 或者需要做手术 还没有做手术的 这种人群 其实都是适用的 那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 我们要控制血压 刚才讲了 然后呢 避免那种很剧烈的运动 或者就是我们讲距离的 或者是爆发性的 不要冲刺性 就是影响到你的血压 突然浮动的 对对对 或者是刚才讲的 大喜大悲的 情绪波动 这种可能对我们的血压 都会引起一个 大幅的波动 这种情况下 其实都会增加 我们动脉瘤出血的 危险的因素 包括熬夜啊 这些都有可能 对对对 所以尽量避免 饮食和生活呢 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如果是饮食来讲 第一个就是 如果是高血压了 我们要控制 那就肯定要低眼饮食 我们就要清淡饮食 什么都要吃都可以吃 但是每一种 都不要太多吃 对 如果是从平时 我们的运动来讲 那肯定就是 做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 对 因为人不能完全不运动 他也不能因为 害怕得病 就坐在那 或者躺在那 他总有适合 他的运动是什么呢 对对 比如说我们快步走啊 游泳啊 爆发性的这种运动 避免爆发性 就尽量少做了 我知道 还有一个爆发性的运动 对于老年人来说 那他就上厕所 便秘也是一种运动 对 这个是一个 很关键的提醒啊 因为是 我们确实有些病人 到最后出血之后 来医院的时候 问他发病的时候 在干什么 就是被家人发现 在厕所倒下了 的确很高发 对对对 所以他是牵一发 而动全身 真的 是叫一个综合的预防 对对对对对对对 无论是从饮食运动啊 还是情绪啊 生活等等方面 都要求大家 如果当然你想要有个好脑子 你就好好对他 对不对 也要废点脑子 去好好地 就是想要怎么保护他 今天的干货 真是非常的多啊 今天健康第一招 脑动脈瘤 好快于头颅内的 大血管分叉附近 脑动脈瘤破裂之后 容易出现大量出血 好像洪水一样淹没大脑 造成人体严重伤害 甚至死亡 脑动脈瘤破裂之前的讯号 有条颈活动受限 一侧的眼皮不受控制 视力下降和重影 今天健康第二招 脑动脈瘤破裂 会造成血洗大脑 导致人体致残或死亡 脑动脈瘤 和普通脑促重的出血 有所不同 普通脑出血 会出现身体偏瘫 口眼歪邪 语言含糊不清 和意识模糊 而脑动脈瘤出血 更多为剧烈头痛 今天健康第三招 脑动脈瘤高发于 这三种人群 第一种是有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的人群 第二种是有吸烟 过度饮酒等不良习惯的人 第三种是有动脈瘤家族史的人群 发病的高峰年龄是40到60岁 其中女性占7%左右 今天健康第四招 李主任推荐我们要每3到5年 要做一次脑部的核磁公针 或者是颈动脈CT检查 更有利于提早发现脑动脈瘤 发现脑动脈瘤之后 要根据医生判断来治疗 并不是所有的脑动脈瘤都需要手术治疗 日常要注意控制好血压 均衡饮食 远离香烟禁止过度饮酒 以及适量的运动更有利于脑动脈瘤的防治 你们都记住没有 之前热播的电视剧《黄标》里面 高启强和老麦两个反派角色 被观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在剧集里面他们都喜欢吃东西来减硬 高启强用的方法就是干燥咖啡不加糖 而老麦就是吃胖胖糖缓解压力 这样的吃法究竟有没有缓解作用 对身体又有没有不良影响呢 那影视剧里面出现的这些方式 比如说嚼咖啡 吃胖胖糖 也可能是某些人的一种解压的方式 但是我们并不提倡 咖啡里面其实含有咖啡因 咖啡因涉入体内以后 就会引起心率加快 容易让我们比较兴奋 所以有些人喝咖啡 也会觉得有一种心快感 比较提神 所以说其实长期的涉入咖啡 特别是比较高浓的咖啡 会让你的心率加快 血压升高 从而可能会诱发一些 比如说有高血压的患者 就不适合了 有冠心病的患者 有些心血管基础病的患者 就不适合这种行为 那吃胖胖糖呢 其实很多小朋友也喜欢吃胖胖糖 吃了胖胖糖确实觉得很开心 但是如果有些有糖尿病的患者 是吧 或者是本身就肥胖的患者 你长期喜欢吃胖胖糖 那其实也会增加体重 是吧 引起血糖控制不良 所以这种方式也是因人而异的 除了吃东西来缓解压力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小技巧可以帮助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调节心态 获得愉悦感呢 好 现在已经到了春季了 我们的万物在复苏 是吧 而特别是春季呢 和我们人体的脏腑的肝相对应 那怎么才能在春季 让你的肝气调达 让你的心情舒畅呢 我们说 其实踏青 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春天 万物复苏 什么东西都是绿色的 让我们去走一走 散散步啊 旅旅游啊 让你有一种愉悦的这种感觉 我们作为医生我们主张在春季的时候 做一些比较舒缓 让心情愉快的运动 这是我对大家在春季 要做的一些运动的一些建议 多谢大家收看今期的节目 最后提一提大家 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25分 当晚的11点45分 还有最紧要健康的重播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并输入关键词健康秘籍 就有机会和民医专家互动和交流 好了 今天的最紧要健康 非常多谢大家的陪伴 再一次多谢李主任和圈圈 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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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